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民进党9月28号召开党代会 蔡英文连任竞选办公室10月将启动等消息接连放出 似乎要转移媒体的焦点 而国民党方面则继续对走私烟案穷追猛打 台立法机构国民党团29号举行 蔡英文干预司法走私硬拗超买记者会 点名蔡英文陈局自行回避 国民党团以最严厉的谴责 呼吁蔡政府将干预司法的张手 请拿开张手 其实在蔡英文这次的围基处理里面 充分的运用她所谓的绿色口固 那就是你不可以批评她 你批评她就是假新闻 假新闻她就抓你 她抓你她是根据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法律 然后就来处理 国民党团29号上午还前往拜访台所谓检察总长江惠明 要求司法机关能够坚定立场 我们特别要求检察总长办这个案子 一定要快很准 国民党2020参选人高雄市市长韩国瑜接受媒体采访时 也痛批台当局将走私硬说是超买 蔡英文的领导能力出现严重问题 明明是贪污走私要把它转化为超买 还要去糖塞 这都是不对的 眼睛看到的香烟不可怕 9800条1万条这个不可怕 这是逃漏税 还有公务人员赌值贪污的问题 眼睛看不到的才可怕 像是什么 毒品 枪支 军火 违禁品等等 这些看不见的才可怕 我觉得它的领导能力出了严重的问题 而走私烟的查处也有了新的进展 28号 蔡英文核定新任蔡办市卫长 由军警指挥官钟淑明接任 这是继台安全部门主管换人后 第二项人事调整 台检报29号起 将对部分人证展开大规模约谈 对象包括华航高层 蔡办市卫市人员及相关买售人 且不排除追诉调查至马英九时期 而为了让案件顺利进行 同时低调保密 有些特殊人士将于外面的地点征讯 眼看走私烟风波越演越烈 为转移焦点 蔡英文安排28号在国民党党代会当天 播出日媒专访 在专访中 蔡英文再提中国大陆持续再加强军力 台湾也一定要加强防务能力 再度强打所谓抗中牌 凸显他们路线跟国民党韩国瑜的不同 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也在28号表示 规划9月28号 民进党党竞当天将举办党代会 这也是民进党面对2020大选的第一场领导人 明代选举大型造势活动 而目前蔡英文主要操盘手 已陆续进驻竞选办公室 选举的操盘手是台行政机构 前副职负责人林希耀 另外民进党前秘书长洪耀福 负责选战决策 民进党中常委审发会单纲组织工作 竞选总部预计最快10月运作 林希耀表示 未来选战主要架构 包括民进党中央党部 与蔡英文竞选总部两大系统 与蔡办台行政机构 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 形成协同作战的五大部门 青年与网络将是重点经营区块 走私烟案延烧了一周 29号蔡英文办公室秘书长陈菊终于现身了 据台湾媒体报道 身为蔡办秘书长的陈菊 世卫士和载运私烟的车 都是她的管理范围 有台湾媒体问她 究竟会不会负起政治责任 陈菊说现在不需要 千呼万唤 台安全部门官员走私免税烟案的风波 延烧了一周 陈菊终于现身了 该谁负责就应该要负责 那我想这个部分 我不是一个会逃避责任的人 说自己不会逃避责任 因为身为蔡英文办公室秘书长 依照规定她要负责蔡英文维安的示威室 被认为是蔡英文办公室的管家和高级幕僚 至于载运私烟的车自然也都是她辖下的业务 只是为了这起走私烟案 蔡英文都三度倾上火线了 而陈菊却说是不需要负责 现在不需要 我想整个我们要了解全部实际的状况 配合检调的调查 要负责却必谈政治责任 陈菊说要等司法调查出来再说 但日前蔡英文才一度将走私定调为超买 这到底是谁的主意 一听到敏感问题 陈菊灰灰衣袖必谈 不过说起被网友说涉案的吴宗宪是她的人马 陈菊似乎火气还是不小 这样的扭曲抹黑造谣 我想我们认为在这个部分 台湾社会不能助长这样的风气 所以我们才报警处理 有台湾媒体指出 走私烟案风波 蔡英文道歉 而陈菊却呛告 两人态度大不同 看来事件还没有止血迹象 华航的走私烟案 让台湾的仇用文化再次浮出了台面 虽然台交通部门坚称 华航已经公司化依法经营 不过仍然被盘点出 里头有不少民进党的人马 街工营事业下面的员工 有一些反对执政党执政的 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发现 上层的人吃相太难看 有学者直言 民进党卡为相关事业单位肥缺 吃相难看 这次华航许多高层就被点名 向负责专机的华航副总经理罗亚美 过去曾是台安全会议秘书长的基要 年薪百万元新台币 先降薪到台湾华善空厨当经理 后来官升四街 根据财报 年薪约三百万新台币 而叶菊兰卸下台湾地区领导人 办公室秘书长的职务后 担任台湾华善空厨董事长 一年也是领三百万新台币 至于华里网纪旅行社前董事长 卸心尼则是民进党籍前明代 薪资虽然没有揭露在财报上 但估计也有三百万新台币 专家认为 航空已经不像水电 是需要独占的事业 大约五成的泛官股 可以释出给经过公开评选的企业或民众 而当局可以保留一票否决权 避免违反公众利益 如果没有办法民营化的话 也应该强调这种专业性 这次的走私烟案 也让仇庸干涉经营的问题 再次浮出台面 台湾媒体称 因为历史因素 华航难以摆脱官方色彩 在当局还没有退出股权前 有学者建议 可以设立内部审核机制 确认从政治场上退下的人 有无经营能力 好 接下来我们来联系一下我的同事 东南卫视驻台新闻观察员艾科竹 来看看岛内媒体 今天有哪些方面的观察和报道 科竹 下面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 紫乔 我们看到 思烟门并没有因为蔡英文 为超买一次道歉 而停止网上燃烧 作为一位法律人 蔡英文竟然连超买鱼 走私都分不清楚 终为实者所孝 不仅引发了台湾民众 许多讽刺性的联想 也成为世界级的笑柄 没有人能够妖魔化蔡英文 只有蔡英文能够妖魔化她自己 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 陈一新教授讽刺称 蔡英文总算很争气 在她任内不让台湾地区前领导人 陈水扁专美于前 爆发了思烟门 得以能够与子弹门前后辉映 那陈一新教授认为说呢 在岛内施政的部分 思烟门所显示的是 蔡半上下其手 特勤人员贪污腐化 只是冰山一角 这又如何能够让台湾民众 对蔡英文的岛内各项施政 产生信心呢 在立法行动方面 思烟门丑闻的爆发 不仅让岛内民众惊诧 蔡英文办公室 竟然知法犯法 也质疑她这次离台活动前 推出的所谓台湾安全 无法修法的正当性 更怀疑她推动 所谓中共代理人的立法 是要将台湾 置于她个人的独裁之下 子弹门和思烟门 是民进党陈水扁 与蔡英文的历史烙印 张贤只要民进党施政 不是贪污腐化 就是非法取得施政权 若是再让民进党 透过手段施政四年 台湾将不知道 会被他们掏空到 什么样的地步 台湾雷浩明律师投书 台湾东森新闻云表示 思烟门发展到现在 相关人士有的请辞 有的调离限职 但是调离限职 到底是一种法规责任 还是政治责任呢 辞职调职之后 就没有事了吗 每次重大事件发生时 可以看到长官 都是以辞职意识负责 但是辞职跟负责任 其实是两件事情 辞职用的太平凡 其实跟逃避问题 没有什么两样 东吴大学法学院 助理教授叶庆元 投书台湾中时电子报表示 从自自然然的 春联错字丑闻 到吴英宁的二百五人事案 再到这次 蔡英文侍卫的走私烟品案 蔡当局一贯显示的 形式风格就是 指路为马 睁眼说瞎话 死不认错 全党护航 如今2020选举将至 蔡英文以及民进党 如果还要为蔡英文的侍卫 以及华航中的仇佣人士 走私烟品护航 就不禁要让各界质疑了 这根本不是少数侍卫 跟华航仇佣人员的 个人行为 而是民进党党内 体系性的贪腐行为 看来非要让蔡英文下台 否则不足以查明真相 我是爱科主 以上就是我今天 在台北的观察 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福州 自强 好的 谢谢科主 好 带您继续看新闻 高雄市长韩国瑜 正式被提名为 国民党2020选举参选人之后 第一个造势活动 计划8月3号在桃园举办 原本规划要举办 大型的造势活动 但是韩国瑜却临时喊咖 改成参拜酒间宫庙 韩国瑜提名后的 第一个周末造势活动 就首选在桃园 原本是计划然后来到 巴德重化区 来举办可以容纳 20万人的大造势 我背后这个交叉口 也被计划为舞台区 不过昨一分钟 却临时让韩国瑜 改成参拜酒间宫庙 以及到中立的新人公园 举行小型的见面会 不办大型造势 只拜宫庙 韩国瑜正式成为 国民党2020选举参选人 第一个周末造势活动 是满满的宫庙行程 庙宇的参访 能够了解我们地方的事物 跟接接地气 就应该从公庙 作为起点 韩国瑜亲自拍板 不办大型造势活动 但台湾媒体称 这拜庙行程也不简单 桃园12区的九间庙宇 就坐落在其中九区 等于韩国瑜一个下午 就要走遍四分之三的桃园 他说把这能量 留在十月之后 不然你现在第一场造势活动 办这么大 那后面活动怎么办呢 有蓝英明代指出 不想办大造势 也是因为怕太早 动员能量提早消耗 另外 在韩国瑜正式被提名后 一言一行 也更受党内关注 在国民党29号召开的中评会上 有中评委甚至高分被喊话 要韩国瑜公开宣示 选前借酒 韩市长他还有没有像农舍这种地体 自己要清理清楚 我们要提醒他 第二 他的言行 民进党一定会检讨他的 因此 因此 在网络上 或者在媒体上 他常常被人家攻击了 喝酒的问题 这一点韩先生 韩市长 有责任 要把他澄清 有一种罪呢 就是关心的这个大佬们 担心你会醉 可是其实 真的没有那么严重 那么喝酒 不需要被污名化 饮酒甚至是餐饮文化里面 非常精致文化的一环 报道称 从韩国瑜担任 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总经理时 身边有人知道 他最爱这一味 我闻说他喜欢喝高粮配蒜头 但是就他就任市长之后呢 其实也很少在文化厂的时候 看到他喝酒 相信他也会很恪守 在他市长的纲位上 当官司长到现在将近五个月 我没有喝醉过一次 正式成为国民党2020选举参选人后 韩国瑜批评民进党的火力 也不断加大 近日韩国瑜称 2020的选举是一场不对称 不公平的选举 因为蔡英文的武器是洋枪洋炮 而他拿的只是水果刀 对此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 则是针锋相对进行回呛 一讲的韩国瑜 逢寒必酸的苏贞昌就开呛 韩国瑜呛蔡英文拿的是洋枪洋炮 他只有一把水果刀 苏贞昌也是针锋相对 他如果带着刀子就违反 枪炮盗戒管制条例 那我们一定会依法就办 台媒称对蓝营火力全开 因为2020这仗真的不好打 除了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明代也要拼最大值 国民党更喊出要抢下60席明代 力争台立法机构负责人 选举都会鼓励自己 这个喊60席 喊70席都不会觉得很讶异 我会努力去服选 对我来讲 我对政治上的职务我都很随缘 你有听到有人点名桌 有有有有有有有 坦言确实有不少劝禁声 属于民进党新潮流派系的蔡其昌 被党内看好 加上台立法机构负责人苏嘉全 已经讲明不争取不分区 似乎党内是交接的好人选 苏嘉全一切用笑来带过 不过要保住台立法机构负责人 前提是习次得再度过半 据台湾媒体报道 最近台北市长柯文哲迟迟不表态参选2020 被绿营评估他参选几率逐渐在递减中 但对此柯文哲则说 不要一测自己自己太不可测了 产子一挖 台北市场改建工程正式启动 只不过2022年完工前 柯文哲是否还会在市长位置上呢 传出民进党认为可能性很高 评估他参选2020几率再逐渐递减 柯文哲最难缠的地方 这个人实在是太不可测的 我会永远不要议设柯文哲 报道称有民进党人士认为 国民党不可能重演换驻事件 柯文哲如果持续当老三 而且差距拉到超过5% 他不选机会就很大 因此认为没必要挑衅柯文哲 继续对他冷处理就好 但是你出来选的话 对绿营的选情其实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算了算了 等我真的想要选 柯文哲的心思外界难捉摸 但台湾联合报最新民调 恐怕跟绿营评估有落差 根据民调 因为如果蔡英文和韩国瑜比平 双方打平 支持度都是32% 一旦加入柯文哲 韩国瑜以29%位居第一 柯文哲25% 蔡英文反而第三名 也就是说有三成蔡英文的票会转头柯文哲 自从民进党跟国民党的初选民调出来以后 对这民调实在是 还是那句话看看就好 你看这两个民调相差一个月 简直你会觉得它是从同一个母群体去抽出来的样本 所以我看来民调相差 看看就好了 不愿多谈民调数字 也不想多讲是否会瓜分绿营选票 有台湾媒体称 对于选不选2020 柯文哲还不松口 或许是在等民意回流 评估是否有足够战力可以发挥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 再次要求欧洲国家履行伊核协议 否则伊朗将进一步终止履行该协议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穆萨维发表声明称 伊朗仍在等待欧洲国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落实伊核协议 声明说 伊朗对于进一步终止履行伊核协议的态度很严肃 如果这种一方利益得不到维护的局面继续下去 伊朗接下来的行动将超越以往 报道称 欧洲国家在履约上没有进展 使得因制裁遭受经济重创的伊朗日益不晚 今年5月 伊朗总统鲁哈尼宣布将终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 此后伊朗先后突破了低风度浓缩油存量300公斤的上限 和浓缩油风度3.67%的上限 伊朗政府还宣称 将每隔60天削减一次其所履行的伊核协议义务 直到欧洲拿出保护伊朗利益的具体方案 英国新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于当地时间29号首次来到苏格兰 试图在面临多方警告无协议脱欧后果之际 加强英国国内的团结 英国新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于29号对苏格兰进行就任后首次视察 约翰逊访问了一个军事基地 同时宣布向苏格兰威尔市和北爱尔兰投资总计3亿英镑 助推当地社区和企业发展 约翰逊在行前声明中表示 英国是一个全球性品牌 各地区团结在一起 更安全强大繁荣 未来几天 约翰逊还将前往威尔市与农业社区举行会谈 然后前往北爱尔兰 他将试图为自己的脱欧计划赢得支持 好 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组简讯 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巴西北部帕拉州监狱管理部门29号表示 该州阿尔塔米拉地区的一座监狱中 当天发生暴动 持续了约5个小时 目前已造成52人死亡 两名被挟持为人质的预警 在当天中午时分被释放 报道称 当地时间早晨7点左右 有发早餐时 一伙犯人闯入一个对立犯罪团伙成员所在的牢房 双方发生冲突并有人纵火 浓烟导致一些犯人窒息身亡 暴动的具体原因尚在调查中 英国内政部一份内刊 日前访问了英格兰和威尔市 43支警察队伍的244名警官和警员 他们反映 1984年以后出生的这一代人成为警察后 往往对职业班周末上班等职业要求感到震惊 同时不喜欢对抗 作为调查对象的警察认为 这或许是最近才成年的一代人 也就是迁徙一代特有的现象 并非当警察的特有 英国媒体报道 有资深警官说 不少新招警员对自己遭遇什么完全没有概念 他们生活在一个娇宠他们的社会 从第一天开始 他们就没有展示足以应对特定情形的能力和精神状态 日前以菲律宾总统发言人及总统首席顾问 萨尔瓦多帕内洛为首的菲律宾政要考察团 历临永荣控股集团参观考察 并就双方合作深入交换了意见 菲律宾政要考察团一行 首先抵达永荣集团的莆田基地 参观了永荣控股集团品牌展馆 和永荣在石门澳码头正在进行的开发项目 考察团一行详细了解了港口规划及用途 未来石门澳码头将建成 具有大宗干散 夜散等货物储备 中转 运输功能的综合性港口 在永荣科技 考察团一行先后参观了管控中心 科创中心 并实地考察了几内先案厂区 高科技设备的投入使用 先进的管理理念 强烈的安全意识 整洁的现场环境 给考察团一行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之后的座谈会上 永荣控股集团向菲律宾总统发言人 及总统首席顾问萨尔瓦多帕内洛赠送礼品 萨尔瓦多帕内洛先生也为永荣写下美好祝福 永荣控股集团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并展开国际化布局 早在2007年 永荣就开始将尼龙销往国外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寻找发展空间 目前 永荣在12个国家设有分公司或办事处 产品已销往全球45个国家和地区 好 今天的海峡五报到这儿就结束了 感谢收看 我是紫乔 明天见 明天见